我忽然呢看见谁呢 我看见张艺兴 这是个好孩子 戏当中刚才大家都看了 演的是孙子 哎呀你看这儿八经演孙子 孙子在生活当中绝对不是孙子 做的事都是人事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戏找他的时候 他听说余杨 杨静演他的爷爷奶奶 赶紧先问自个儿家里的长辈 问完了自个儿自个儿再上网 查完之后自个儿再看电影 他忽然觉得跟两位这么大的艺术家 在一块拍戏 那种激动啊 于是这孩子啊 说我要一封信 啥信呢 我要中英股份能给我现在的剧组 写一封信 说我要跟余杨和杨静 两位前辈去拍一部戏 让他们放人 或者他们不愿意放人呢 就写了这么一封信 完了进组的时候呢 全剧组发现一桩事 这小子啊 拎着一个大兜 里边带着一堆东西 啥玩意儿呢 自个儿说吧 您说是哪个 鞋 鞋 就带了一些鞋子 十双鞋 他说我不知道啊 这爷爷奶奶是穿的什么鞋 是拖鞋呢 还是布鞋呢 还是球鞋呢 那么我在家里跟爷爷奶奶搭戏的时候 我该穿什么鞋呢 于是他自个儿给自个儿准备了 十双鞋当中 抽出任何一双 可以给爷爷奶奶搭戏的鞋 就是这么一个好孩子 完了拍戏结束的时候 一分钱今天都不肯要 走的时候 留下了一车牛奶 说是给全剧组的同志 作为饮料喝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 一封信 十双鞋 一车奶 见证了我们电影界三代人 同心同德为人民服务 见证了我们电影人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也见证了我们前辈 怎么把接力棒 传到孩子们手中的 是不是 今天我忘了提醒你的 你看看 那么多鲜花啊什么的 你应该是不是给爷爷奶奶去喝个瘦 特别给爷爷喝个九十大瘦 有准备 有准备 这啥呀 又又盒是吧 你拎上去把盒拿上去 他不是鞋 蛋糕 哎呦 这是个好孩子 没事 你单腿点地 哎呦 这是 你说一声吧 爷爷九十滑蛋是吧 爷爷九十滑蛋生日快乐 掌声给爷爷 掌声也给这个可爱的孙子 来这个 江江姐帮她接一接 我们好好拍张照片 哎 好好拍张照片 跟爷爷再起 这你们一家三代人在一块 中间 来我们大家音乐响起来 我们一起唱个生日歌怎么样 好 我起个调好吧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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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祝余阳老师生日快乐 我们感谢小张同学 我们祝余阳老师和所有的前辈 健康长寿 我们还说了 今后我们永远不说 长命反岁这个字眼 在老艺术家的面前 我们只说一句话 那叫做长寿不封顶 永远年轻 对 健康长寿不封顶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一会儿我们把几位歌唱家请上来 一会儿唱一顿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好不好 老爸 你说两句好吧 今天跟大家见面 很幸福 觉得很多观众同志们都记得我们那些个老人 现在我们已经接近百岁了 还能使得很多年轻 同志们记得我们 哎 我们感觉到非常幸福 谢谢你们大家 能够记得我们这些个老人 能够记得这些老演员 我们的劳动 没有白费 我们给大家留下了一点 评论的作品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 这是永远的一种联系 我谢谢今天在座的朋友们 同志们 受到大家这样热烈的欢迎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我们祝福余阳老师健康长寿 余阳老师您还有个好朋友